嗯所以啊你看现在这个呃 刚刚波及讲嘛 我们外交跟内政上面 其实2024年已经启动起来了 这战场启动起来了 但是呢各党也有各式各样 混乱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涉及新闻 就是其中一个混乱 就是主持人我本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 卷入一个混乱里面 所以现在换我来访问你 换你变成主持人 请问你要选总统吗 我还没有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废宏泰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因为徐晓鑫用了一个 这个废宏泰口中的奥博 对对对他说意图审认不当选 他说因为呢 这个徐晓鑫不断的发散讯息文宣说呢 废宏泰去当部长或是当部分区 然后呢这个徐晓鑫来当立委 这是什么怎么样的 对然后呢废宏泰认为这是意图审认不当选 我念给大家听 这叫做立法院有最具战力的徐晓鑫 内阁不分区有资深废宏泰会是最好的拍档与组合 支持世耐传承电话民调请 唯一支持徐晓鑫 然后我就发了这个讯息 但很不好意思的是 就我发讯息的那天 然后那个简讯系统当机 然后连发了六封出去 或是我只花一封的钱 但大家说要六封 所以如果有被骚扰到的人不好意思 不是我那么无聊要狂发六封 是那个简讯系统当天坏掉 你是不是那天是用六倍券发的 六倍券 对当天就是突然 所以他就说徐晓鑫发了这么多讯息 都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所以他说他要把我送到考纪会 前沿是这样子对 然后今天他费宏泰委员他受访就说 因为你说费宏泰可以去当内阁不分区 他就说那徐晓鑫可以去选台湾总统 是然后媒体就来问我说 那你可以去选总统 我说不行啊 我还没有满 不好意思 我说谢谢委员的肯定啦 但是我还没有满40岁 所以我还不具备选总统的资格 其实反倒是费委员如果有兴趣的话 他可以逃离看看 只是他应该没有兴趣我就不多提了 那总之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国民党 你会发现说民进党他在打 整个王文宗事件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打马英九也好 然后在打这个宏杜纳事件的时候 目前现在国民党应该要轮到立法委员这个层级 去做全面的进攻 我就讲嘛 当时2022年的选举的时候 是市议员在做全面的进攻嘛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在选 我们自己是候选人 或者是准备要选的人 所以包括王鸿威 我游淑会中佩君 我们这些人全部都是 2022年跟着这个市长 县市长的选举一起打 那现在我们的2022的选举结束之后 进到2024是中央层级的 照理来说从2022选完以后 就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表现的空间 你就要开始不断不断的去进攻 民进党各式各样的弊案 监督的问题 然后等等的 你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压制他们 或是反击他们嘛 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好像我自己是觉得 你要检讨党中央了吗 没有 我是检讨立法院 就有敌人越来越 你要说你要说很期待 你看我变成我在教你 就是说我很期待 有一天我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去监督执政党 没有 我还没有成为这样子的角色 监督执政党 我就会做了 其实也跟大家讲 我接下来还有两个弊案 是还没有出手的 就是近乎是弊案的东西 是还没有出手的 那涉及到国防部 跟涉及到这个台美关系的一些机密 那但是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爆料的人 他们会选择把内容提供给我 而我是市议员 而不是提供给国会议员 不是因为我 真的不是因为我今天要选举 所以他们给我 是因为他们觉得 很多的我们现在的立法委员 他们拿到资料之后 他们也不会挡 他们的经验就是收起来 然后呢或者是说 就等别人打了之后 他再跟着讲两句 就这样子 或者是会怕事 觉得说我会不会被告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或者是说他就觉得 不关他的事 他不需要靠这个东西 他也可以继续连任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石沉大海 那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他要爆料也好 他有一些议题也好 他会主动找我 那我也很负责任跟他讲 大家讲来找我的 这些爆料议题 只要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说压住过 我从来没有因为 他会涉及到 某一些人的特殊利益 我就不讲过 这个波及应该也很清楚 没有 我就是看到你讲的是真的 我查过了有确定 我就想一个办法 会把这些事情揭露出来 所以我这时候就要模仿 苏贞昌来呛你 对 你为什么要修理我女儿 三位一体的苏巧慧 你在那边叫什么 我在那边 叫什么 你差一点在讲 你不会给你讲 这就是他对郑立文讲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现在应该是立法委员 要晋级最重要的时间 最该表现的时候 那当然我自己因为有在参选 立法委员的初选 所以我觉得我也尽一份力 可是我的问题是说 那等到这个正式进到选举的时候 到底在野党有多大的能力 在议题上面去牵制民进党 这个是我现在很担心的事情 我们把题目再回到 没有没有 我觉得要先把题目再回到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就是上礼拜五那个太荒谬了啦 你知道我在礼拜六在那个一些节目里面 我是真的修理你们两个 包括你跟 我觉得费宏泰一个身为一个在政坛 超过30年的一位 这个政坛老兵 跟你这个菜鸟 居然可以这个 弄成这样 对可以搞到一个非常史无前例的 然后四个人 最后四个人资格审查被删除 我觉得那是一场闹剧 那天我也跟大家抱歉 我讲 我先讲一下整个事情的过程 那这是我的版本 费宏泰也可以有自己的版本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 费宏泰登记嘛 然后隔天是我登记 我登记完我就离开了 然后呢我就去 就是去忙我的事情 你是早上11点 中午11点左右 我11点半左右的时候登记 那下午的时候呢 突然大概在两点左右 满志刚 他是跟我也认识 跟费宏泰也认识 然后他是 我们的这个党代表 又选过议员 很优秀 那他就呢 这个也去帮一位张先生 去领表 面殿老板 那领表之后 当然党部就会通知 我们两位主要候选人说 有别人来领表 所以呢 我们两边的人 就到了现场去看看说 去关心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 谁去领表了 怎么回事 满志刚到底代表谁 对 然后呢 一到现场 费委员他们那边就指控说 这个人就是 你的人 就说就是我们的人 然后我们就说 不是不是 不是 然后党部也有帮忙说话 因为党部说 我知道这个人 他是在某 某一个里 然后呢 他是跟之前的里长很好 那他们其实都不是支持许晓星的 真的哦 他比如说他店面的看板借挂 也不是借我挂 那过去呢 我从来不认识他 可是因为我先前有跟满志刚一起去发过鸡蛋 然后刚好在他的那个门 在他们的店面 可是我去的时候 所有媒体可以作证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老板 所以你就知道我真不认识他 所以呢 我就只是发鸡蛋 发完就走了 那为什么我会去发鸡蛋呢 是因为我跑去满志刚脸书底下留言之后 就造成很多塔绿班去围攻他 你这么囤蛋 对对所以我对他不好意思 所以我才陪他一曲发 就是说分散炮火嘛 就要骂的有一半来骂我 没关系不要骂他 所以我那天是发完鸡蛋我就走了 那现场我们的人就跟肺炎的人解释说 没有那个人是谁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要去问小满啊 你去满志刚怎么会问我呢 然后他们就说不管 所以他们就要登 他们办公室主任就要登记 然后我们就说不可以这样哦 我们两边都不要登记 你这样不好 你是办公室主任你还登记 我就说都不要登记 然后呢他就说不行我一定要登记 那我们就说如果你要登记 我们就要登记了 我觉得啊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说 这个为什么大家要抢着登记 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今天 两个人是一对一的状态的话 就游戏规则是两个人协调 可是呢因为一对一 如果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这个许晓星要全民调 然后费红代委员要三期比 就是党员投票三成 然后民调七成 那最后呢就有这个协调小组 或是这个市党部来做决定 那很有可能就会有对其中一方 不一定有利的状况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时候多了一组人 变成三个人的时候 就变成2比1 不管这个面电老板 他会站在哪一边 那个有可能对许晓星不利 也有可能对费红代不利 所以费红代认为 那这样这个人如果跟许晓星很好 可能会跟许晓星一起主张全民调 那可能对他不利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再补两个人头 才能再超越这个 对他是这样想 可是我就想说我才绝对我不利 我根本不知道那人是什么立场 他也有可能主张跟我不一样 我觉得最后问题是 你也让你的助理去登记 为什么我要让我助理去登记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因为我知道我的助理只要登记 大家都会被撤销 但是我的助理如果不登记的话 我觉得党部可能就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 是有可能的 真的有可能 其实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非得要说到这个程度 但是因为你们都在现场 你们都很清楚 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一个争议事件 对对对对 但是你一定要用登记这件事情 来去凸显的话 就会变成是 两边都在做一件傻事 那没办法 因为当下的话 因为我举例来讲 因为我知道就是 我坦白说了 我也不是很信任党部 我不是很信任党部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面殿老板登记 他们的一个助理登记了 那可能到时候 他们几个的资格都是符合的 那最后会变成是 二或三 然后比我是一 再比一 这一段的东西 就是凸显了国民党内部的 这个连结 居然可能比他们跟民进党 或是跟其他有党的互动还要低 对啊 其实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比如说费宏大一通电话 问问满师刚 就没事了 也许就没事了 他们有问了 他们问了 他也回答 但没有用 因为我们已经请他说 你们去问满志刚 那他们就问了 满志刚告诉他 他就不相信 就不相信 所以好 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问题 既然这个 反正已经撤销 这四个人 最后又回到一对一 明天要协调 你要怎么协调 我不知道 我还在想 我根本就不晓得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明天你们是几点协调 我们下午四点到五点 那我要讲 就是说我知道 当下的情况是 我知道我的助理只要登记了 我们都会被撤销 这是我的理由 所以我一直讲说 我们登记是表达抗议 因为我 我其实真的不是 很相信党部 我觉得如果我的人 没有去登记 可能他们就让他这样过了 然后呢 就是变成是说 他的主任也不会被撤销 你怎么知道 党部审查资格会撤销他 不会啊 但是我如果我们两边 都做这件事情 党部他非得处理不可 所以我其实做了一个动作 我对大家都很抱歉 但是我为了 大家要公平 所以我做了一个动作 是让党部非得 毛起来处理这件事不可 但最不好意思的 其实是 面殿老板 因为面殿老板 也被撤销资格 不过这边 我觉得必须要讲 如果最后 这个面殿老板 很有可能会扮演 把国民党 扮倒的一个关键角色 因为他被撤销 那个这个参选资格的 那个理由很瞎 所有人看到 因为你事前没有讲话 你没有表态 所以你不能参选 这个完全不符合逻辑 今天你按照党的规章 就国民党理论上 你们有所谓的领表 领表的表格里面 就会有一个 你谁可以参选 怎么样的资格可以参选 比如说加入这个国民党 多久的时间 你才可以参选 然后户籍要在这边 然后呢 你要准备多少钱 然后呢 要没有什么前科 没有什么选拔法规定的 相关的这个不利的条件等等 好 如果他都符合这些条件 结果呢 只是因为他之前没有表态 你就把他剔除掉 他是有权利去跟国民党打诉讼官司 是啊 对 所以我说 所以面电老板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说这个部分 国民党用这个方式处理 最后又埋了一个 老实说这是一个 埋了一个银线 其实我知道他们是非常不满意的 对 所以我说如果到时候 最后他可能可以 让这个初选结果废弃 所以最后的结果 我当然我有跟大家说 造成这个风波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也跟大家说 在那个当下 我们只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是希望让党部来快速的处理 然后把大家的资格都剔除 那但是呢 到现在目前为止 只有我一个人道歉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对于费委员他们而言 他们并不觉得 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问题 他们一样都还是觉得 都是我的问题 可是他们都做了一张图 说这个满志刚就跟你是一伙的了 然后就那个图里面 我跟那个老板完全 我跟老板甚至没拍照 你要知道 如果我真的认识老板的话 我们到现场一定会合照 他们那个应该是网路的 那个直播的截图 对直播的截图 很正常会有合照嘛 结果完全没有 你就知道 面电老板自己有出来讲 他也不小心把这个戴喜庆扯进来 这件事跟戴喜庆完全没关系 但是他的意思只是说 比起徐晓星 如果你要说我是徐晓星 庄角没有 我更支持戴喜庆 他觉得他是戴喜庆 对啊 我根本就不是徐晓星的人 那怎么会把我跟他牵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很无奈 但是也是说 我觉得一个选举 我一直在讲 就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说 你今天会哭吗 我不会哭啊 我现在已经很无感了 我就觉得说 不需要到这样子 不需要到这样子 那那个面电老板登记完之后 照理来讲 就是他登记就登记了 你不用再找一个人登记 然后逼着大家要 也要陪进去 然后讲说 为了要避免你的人 再加进去之后 然后又造成一个乱象等等的 我觉得整个过程是 确实他或许 肺黄奈文不舒服 但是我自己也就会觉得 你知道你们的这个风波啊 现在连我们的这个粉砖 都常常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网军跑来留言 最近有很多网军 对说什么 我们挺什么 徐晓鑫 然后呢 这个应该要让肺龙奈选 就来洗版 我觉得大可不必 关我屁事 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 我是觉得 这个就好比说 何志伟跟王世坚 其实我都认识 那基本上你们要出选 是你们家的事 像这个徐晓鑫跟肺龙奈 你们要出选 你们家的事 是啊 但是当你今天做错事情 比如说我就觉得 上礼拜五 那个就是一个闹剧 像我们媒体 我们就是一样 我们就是一样骂 我们就觉得 你们身为一个 要监督执政党的 却是用这种方式 去获悉你 我觉得很瞎 但是 比如说你们知道 国民党也知道 这个问题很麻烦 因为很难堪 所以最后赶快把它 这个处理掉了 可是后续 如果今天只是处理表面 我觉得对国民党未来 包括初选过后的 团结都没有帮助 因为总是会有一个人 初选过关 如果在初选过程当中 造成很多的撕裂也好 或是心结 最后你们这一区 只要 就是国民党不团结 不是 所以当下的时候 我们就有问说党部 那天在登记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有问党部说 为什么你就不要让我们 让我们都不要登记就好了 我们有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党部你可不可以让我们 都不要登记 因为他登记我就会登记 那你是不是你直接讲说 你们助理都不能登记的话 那就没事 就没有啊 他们就说都可以啊 所以就慢慢弄 慢慢弄 你知道那时候超好笑 就是废委员那边 他登记了两个吗 他后面还排两个 党部的异常就是 反正你们要把钱 招过来废布 我有什么不欢迎 他们总共 他们总共后面还有两个 他们有四个人 然后每个人都带一大袋子 你知道吗 里面包装什么 反正每一个人都背一个袋子 然后总共有四个人 文宣品啦 文宣品啦 人家等一下会扫机要去发 因为四点 他们就把铁门拉下来 就是说四点 以前没有走进这个大门里面的人 你们都没有机会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关门放狗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好 就是说后续的人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这样了 就是党部应该会再多注意一下 这种情况 我相信这个也算是让国民党震撼教育 可是我觉得问 那如果又有一般的普通人 要来登记的话 我们还是要再剥夺他的资格吗 我觉得就这个就是 也好像不太对 没关系 等你当党主席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部分特地改 好